来看到这段画面出现在今天新竹市的国际风筝节 有小女童被风筝缠住了卷上天 这名年约三岁的小女童 今天下午跟家人一起去风筝节玩 她被糖果风筝的尾端缠住了身体 而当时现场阵风超过六级 她整个人被卷到了大约是四层楼的高空 现场尖叫声四起 最后是民众围在一起顺利的把小女童接住 而小女童饱受惊吓不断的哭泣 脸部颈部都有擦伤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而为了确保民众的安全 事后主办单位已经暂停了所有活动 市府也出面道歉 强调会检讨相关疏失 风筝节现场尖叫声四起 因为抬头一看 居然有一名年约三岁的女童 被风筝缠住身体 整个人飞上大约四层楼高的高空 女童顺着风势左摇右摆 在高空盘旋将近八秒钟 大家都捏了一大把冷汗 最后她终于降落地面 现场民众围在一块伸出双手 顺利把女童接住 当下女童受到惊吓放声大哭 也赶紧被送医治疗 女童的脸部和颈部都有擦伤 索性送医后没有大碍 惊险意外发生在三十号下午 当时女童和家人一同到新竹 南辽渔港参加国际风筝节 当时主办单位施放的糖果风筝 是由领航风筝和长长的风筝尾巴组成 女童却不慎被尾巴缠住 再加上现场超过六级阵风 一瞬间人被吹上大约四层楼高的高空 因为瞬间强风不小心产生了这个状况 当时就是操作的人有把风筝往下压 那大家协助把孩子接住 所以孩子并没有落地 市府也出面致歉 强调会进行通盘检讨 如果有疏失也会追究责任 物理老师也指出 风筝尾巴面积大 再加上强阵风如果被缠住 真的有可能把人吹上空中 目前女童已经被家属带回家观察 事发后主办单位也暂停所有活动 只是一年一度的风筝节 却惊喘女童被卷上天空 虽然没有酿成重大伤亡 但也让许多民众留下阴影 届时之前新入报道 件罪犯 集完